拿出手机扫码入定后 无论是在超市里选购商品 还是到餐饮吧台 点餐喝咖啡 通通不需要拿出钱包 排队结账 走出这两道玻璃自动门 就可以完成结账手续 通过你的人脸识别 他知道你是谁进了这个厂 然后进去以后 你就不需要再用手机了 整个厂地里面知道你是谁 结合生物识别和行动支付技术 大陆阿里巴巴第一间 无人商店淘咖啡 快闪第二届淘宝购物节 幸不少民众抢先体验 在点餐的试图 他也会去识别到你是谁 只要你确认下单成功 他就会自动地去 跟你的支付宝去关联做扣款 除了无人零售概念店吸金 这间专卖厌世书法的淘宝网红店 也特别打造黑白球池 吸引民众来到现场 临距离互动体验书香气息 我是在淘宝上为数不够的 可能专门卖书法的 我的书法写内容是一阵一阵的 但是最近这阵子写 鸡汤写的比较多一些 搞怪的特色商品果然 让不少民众好心动 掏出荷包付钱买单 创意十足的造物展览 让人大开眼界 记者综合不倒